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将带来一则特别的新闻概述 聚焦于中法两国领导人的互动 习近平主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巴黎爱丽社宫举行了会谈 两位领导人互赠了意义深远的礼物 包括奥运火炬 书籍 以及精选的法国干议 这不仅展示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也体现了文化交流的深度 马克龙总统更是采用了所谓的美酒外交策略 向习近平赠送了珍贵的法国干议 以此表达对中法合作关系的重视 这次会谈不仅是两国政治交流的重要一环 也是文化交流的美好范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政治舞台上 每一次领导人的更迭都不仅仅是国内政治的变动 更是国际关系的风向标 当川普这位颇具争议的商人转政治家 有望重返白宫时 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心态复杂而微妙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习近平和普京 这两位在国际舞台上影响深远的领袖 据明镜电视报道 川普的政策和言论一直以来都是直接且充满争议的 他在任期内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 包括贸易战 科技限制等 这些都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川普可能再次入主白宫 无疑让中国政府感到紧张 在这种背景下 习近平的反应尤为值得关注 据报道 习近平已经在民间和青年层面先行调整 试图通过多种渠道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同时也在积极推动中欧对话合作 如同《经济日报》报道的中法欧领导人三边会谈 习近平强调中欧因深化战略沟通 这无疑是对即将可能出现的 美国政策变动的一种预防性布局 另一方面 香港电台报道了普京就职典礼的情况 普京的再次就职 意味着他将继续在俄罗斯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 在全球政治版图中 普京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他的政策和行为常常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走向 川普与普京之间的关系历来复杂 川普曾多次表示希望改善美俄关系 这种态度在国际政治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如果川普真的能够拉拢普京 放弃对台湾的支持 这将对东亚乃至全球的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兵器推演的情况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 中国如何通过兵器推演来预测和应对可能的军事冲突 是提升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不仅涉及到中国的军事战略和国防布局 也关系到中国如何在国际上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利益 在川普可能重返白宫的背景下 习近平和普京的每一次动作都被外界解读为 对未来国际关系的预判和布局 无论是中欧对话合作的深化 还是美欧关系的潜在变化 都在为可能出现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做着准备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 是各国领导人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担忧与期待 他们的每一步棋都可能影响着世界的未来走向 在一个世界政治舞台上 各国领导人的互动和决策 无疑是塑造全球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 近期 法国和中国之间的互动尤为引人注目 其中包括对习近平的尖锐批评 对俄罗斯的经济策略的猜测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以及预言家88万家对未来的预测等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法国政治家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直言不讳的批评 拉斐尔·格鲁克斯曼 一位法国大咖和欧洲议会议员 公开指责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 并且强烈批评 中国在人权 国际秩序 以及对欧洲经济的影响方面的行为 他的言论反映了欧洲 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警惕态度 尤其是在习近平访欧之际 格鲁克斯曼的言论 不仅仅是对习近平的个人批评 更是对中欧关系紧张 局势的一种象征 与此同时 有关中国可能采取的经济和选项 对俄罗斯产生负面影响的报道 进一步揭示了 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复杂性 分析师猜测 中国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 以刺激出口 并为中国经济提供更多的灵活性 然而 这样的举动 可能会对希望去美元化的国家 尤其是俄罗斯 造成重大打击 这种经济策略的推测 显示了国家之间相互依赖 和竞争的复杂性 在中东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再次升级 哈马斯接受停火提议 但和平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这场冲突 不仅仅是地区性的问题 也是全球政治动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影响着国际社会 对这一地区未来的看法和干预 另一方面 88万家的预言引发了对未来的种种猜测 从英国的经济衰退到极端气候变化 再到医疗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尤其是他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言 使得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增加 引起了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的担忧 在中国与法国的互动中 习近平宣布将对法国等12国公民 短期来华的免签政策延长至2025年年底 这一举措被视为促进两国人员往来 和深化双边关系的积极步骤 习近平强调了中法之间的合作潜力 以及双方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共同利益 总的来说 从法国对中国的批评 到经济策略的猜测 再到中东的冲突 以及对未来的预言 这些事件揭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 各国领导人的决策 不仅影响着他们自己的国家 也对全球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 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变得尤为重要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政治 法律和国际关系的纠葛不断上演 从亚洲的韩国到欧洲的法国 再到台湾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 这些事件背后的故事 首先 韩联社报道了 韩国检察总常理员时 就调查总统夫人金剑西 收受名牌包仪霍一事表示 将严格依据证据和法理 迅速开展查办工作 这起疑云涉及金剑西 于2022年9月13日 从旅美牧师催在永处收受价值约 300万韩元的名牌包 这一事件不仅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也暴露了权力和金钱之间 可能存在的不当交易 另一边 中央社报道了台湾总统蔡英文 可能在520卸任前 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传闻 尽管法务部表示 未接到总统府或行政院的指示 但这一消息引发了社会对于特赦的讨论 以及对扁家海外遭扣巨款流向的关注 陈水扁的特赦问题 不仅关乎法律和正义 更触及到政治和道德的层面 在欧洲 网易报道了 欧洲在反思失去俄罗斯之后 不能再失去中国的观点 文章通过作者王文的视角 展示了欧洲对于中国游客的欢迎 以及在乌克兰危机 经济复苏等方面 对中国的期待和需求 尽管欧洲与中国 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两者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 仍然被看作是 促进理解和发展的重要方式 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地点 涉及不同的人物和事件 但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真相 在全球化的今天 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无论是处理内部的法律案件 还是应对国际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 坦诚 理解和合作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韩国检察总长的决心 台湾特赦的争议 以及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变化 都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个案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 公正 透明和对话 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 在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中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不是孤立的 我们的未来紧密相连 只有共同面对挑战 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和平 繁荣的世界 在政治舞台上 李显龙的身影一直是引人注目的 据星州网报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 即使在卸下总理职务后 他仍将留在政府中继续担任 红帽桥集选区的议员 并尽所能协助后任总理黄寻才 及其团队取得成功 这一决定表明了 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 以及对新加坡未来的坚定信心 李显龙表示 过去几十年来 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 离不开人民的忠诚支持 他对那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们 表示感动 并对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的 非新加坡人表达了欢迎之情 李显龙的这一决定 不仅展示了他对新加坡未来发展的关心 也凸显了他对接班人黄寻才的信任和支持 与此同时 在国际商业圈内 特斯拉CEO埃龙马斯克的行动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马斯克最近取消了 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会晤 转而前往中国 这一举动在印度引发了激烈讨论 原本 人们普遍期待 马斯克会在会晤中宣布 特斯拉在印度投资建厂的计划 但他以特斯拉事务反重为由 推迟了印度执行 尽管马斯克的这一决策 让印度政府感到不悦 但分析人士认为 特斯拉仍将继续执行 其在印度的战略计划 事实上 印度市场的潜力巨大 对特斯拉而言 进入印度市场仍是指日可待 另一方面 在台湾 前总统陈水扁的命运 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据东方日报报道 有消息称 台湾总统蔡英文卸任前 将特赦陈水扁 陈水扁因多起弊案被判求20年 后因健康原因获准保外就医 这一特赦消息引发了广泛讨论 尽管陈水扁本人表示 对此毫无所惜 法务部也表示 对于是否特赦陈水扁毫无所惜 强调即使特赦 陈水扁仍是有罪身份 这些事件 不论是在新加坡 印度还是台湾 都反映了政治与商业决策 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李显龙的决定 展现了政治家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感 马斯克的行动 则凸显了商业决策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性 而陈水扁的可能特赦 则触及了法律 政治和道德的交汇点 这些事件 无意为我们提供了 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深入思考的契机 在一个充满紧张与不确定性的 国际政治舞台上 习近平和马克龙的会晤 似乎为全球带来了一缕和平的曙光 据纽约时报报道 在对法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决反对外界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期间 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的批评 他强调我们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甩锅抹黑第三国 煽动新冷战 这番言论不仅展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 也暗示了习近平对于当前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洞察 与此同时 明报报道了习近平和马克龙在巴黎爱丽社工的会谈 两位领导人的互动充满了象征意义 他们互赠奥运火炬和精心挑选的书籍 展现出两国之间深厚的文化交流和友谊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面对中国对欧盟进口干预白蓝地展开反倾销调查的背景 马克龙向习近平送上两只法国干预 包括一只珍贵的路易十三干预及一只薛尼斯XO 这一行为被解读为美酒外交 不仅体现了马克龙对于中法关系的重视 也暗示了两国在经贸领域合作的潜力 在习近平的访法期间 两位领导人共同庆祝了中法建交60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 并承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他们还共同呼吁奥林匹克休战 在7月26日至8月11日的巴黎奥运会期间实现全球停火指战 这一倡议展现了两国领导人对于和平的共同追求 然而习近平访问法国的背景并不简单 据纽约时报报道 习近平在巴黎进行会谈之际 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暗示 他可能准备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这一举动无疑加剧了全球的紧张局势 尽管如此 习近平和马克龙的会谈依然以友好的气氛为主 两国领导人重申了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在习近平与马克龙的会谈中 双方宣布中法两国企业签署了多项协议 涉及电池生产 交通运输和绿色能源等领域 这些协议不仅展现了两国经贸合作的广阔前景 也体现了中法关系的深度和广度 马克龙呼吁中国企业增加在法国的投资 强调这些投资应充分尊重我们的主权 尽管习近平和马克龙的会晤 充满了友好与合作的气氛 但两国领导人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乌克兰战争的持续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以及中欧之间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不平衡 都是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中法两国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不仅对两国 对整个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 习近平与马克龙的会晤 展现了中法关系的深厚基础和广阔前景 在全球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 两国领导人的互动为国际社会 提供了一个合作与和平的典范 随着中法关系的不断深化 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国的合作 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